这边一个大垫棍 那边一个像井棍似的 外边是层胶皮 里边是像钢筋的瓦样 一抽山上 说什么样 其中一个拿井棍这个 在李强面前 说吧 说啥呀 我没啥说的 行 凑 啪叉子一下子 奔哪打 奔大脖筋的 啪这一下子 一打一缩脖 老疼了 紧接着这边打完打那边 啪这一下子 哎呀 真叫唤 你多有钢 就给这块打你 你都得叫唤 这是真的 打这两个地方 伤不着内脏 而且不连骨头 打脖筋上 那都能给你腾抽的 等你这脖子一夹 照脑子上 臭臭 邦邦的就两下子 记住了 井棍打脑子上 邦邦两下人就昏了 李强当长 咕咚的一下子 昏迷都不行 干啥 电棍 扒着一怼上 照着椅子 还不照你身上打呢 往椅子上过 再一怼上 给李强 硬生生的给电醒了 就你搁外边 你都能听见这屋里叫声 包括走廊 和那边小笼子里边 都能听见 大小便失禁 那是最轻松的 这边一电醒 拿脚皮棒子 叮噪就是打 这十分钟 这十分钟没闲子 你想象一下 这俩人就玩李强 葛屋里 霍霍霍霍霍 能霍霍十分钟 什么样 李强就没有人形了 说你看李强 给大伙的感觉 绝对啊 那属于钢筋铁骨的汉子 正有八百一个大哥 够个手子 但是十分钟 能搁这里边 给霍霍没有人形 服了 也不能说服 打怕了 搁这给打的 你敢说这边李队长 扒往屋里一进 一瞅李强 怎么样了 俩字一回脑袋 说这边差不多了 队长 打的都不敢支撑了 是吗 来我看看来 拿手一扒了 李强脑袋 队长一瞅他 李强 咋样呢 服气不 我认 但我今天 我啥都说不出来了 还我两天 还我两天 我啥都说 行吧 行 那不太行了吗 可以 等笼子 李强 队长 那边那几个还审不审 那边那几个先不用审了 完之后看一下 那几个如果说没有事的话 就放了吧 把李强给我看好了 是 等说他到这边 李强那俩兄弟 老五没放 但是你看李强 除了老五以外 还带了两个小孩 这俩小孩跟李强刚混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档案 一查身份证 一查名 啥事没有 骂两句 滚蛋 以后我告诉你啊 不行接触李强 再跟李强混 就枉死收拾你们 滚吧 到假学国王那 一查身份证 人属于说啥 大学毕业 一瞅 你这一个大学毕业生 跟他们掺和啥呀 我都不认识 说你看我这刚从酒楼下来 我赶上来 我一个哥哥认识 就这么的 认识我 跟我说两句话 啊 行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他妈注意 我可记住你了啊 蒋来如果说再搁这犯事 我跟你说 这就属于累犯了 啊 我给你送进去 知不知道 你这前途就没了 记住了 赶紧回家吧 靠子扒着一解开 出来了 但是假学国 绝对讲究 啊 把他从笼子里整出来的时候 给李强打的 说不出来话了 拿眼睛瞅着假学国 说不出来 李强是一种哀求 那么有杠的爷们 他自己知道 自己没有本事 没有那能耐 落到这帮阿四 说白了 落到他们手里边 李强当时就抱着死的心态了 说要么就干死我 我指定啥不得说的 李强有这杠 所以说假学光 被叫出来的时候 李强拿眼睛去瞅他 他不好说 就瞅假学光 学光也明白了 说这是强哥 让自己去救他 从当时市总公司跑出来 哪都没去 拿个电话 啪这一干过去 喂 翔哥 我学光 学光啊 回来了吗 哥 出事了 李强他们被抓进去了 被虞树的 虞树市总公司把他抓了 啊 我才跟这出来 给强哥打完了 翔哥 我一瞅那脸上 删上哪哪都是伤 哥呀 咋人看 给李强给打了 说没说因为啥呀 够呛能处来了 徐大伟都来了 告诉李强 得让李强死了一遍 徐大伟 徐大伟 整他 啊 我看他跟队长认识 你先别管别的学光 你赶紧回长村 这事我来摆去 啊 你赶紧回来 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贤哥 反正薛光求求你了 救救强哥 强哥这人老好了 毕丽 贤哥比你更了解他 他对我够用 贤哥就怎么的 都得把他救出来 你放心吧 啊 你说这边 薛光回来了 小贤坐自个办公室 啊 拿个电话 喂 我问一下 是徐大伟吧 我徐大伟 你怎样 我长春的小贤 打电话有事啊 我跟你也不熟啊 不认识啊 大伟啊 咱俩虽然说不认识 所以你看有个事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 也算是我踏你个人情 啊 你踏我个人情 我他妈跟你俩也没有个交情呢 我不需要你踏我人情 再一个 啥事啊 李强抓进去是你干的吧 你咋知道的 你不用管我咋知道的了 兄弟 要多少钱你说话 或者说怎么做你能满意 咱们所有玩社会的 我说实话大伟 咱们这么办事 有点不讲究了 不道义了 咱们有什么事 在社会解决多好啊 你也是勾个手子 你把李强抓进去 行了 我多余话也不说了 怎么做你能满意 把李强放了 你说吧 哎呀 这怎么做能满意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小贤我真能考虑考虑 你这么的吧 我先跟你说一下子啊 李强这次呢 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是不打算让他出来了 叛他个无期 徐大伟 咱做事别过 啊 啥问题咱能谈 咱能解决 咱别往过上挣 谁把贼惹急了 都不好玩 啊 我也不是跟这吓唬你 你还不用他妈 跟这吓唬我 你但凡了解我一点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啥的 我爸是谁 你知道不 虞书市都是我家说了算 老徐的天下 你跟谁说话呢 你真也不知道 庙门他妈把哪开来 上虞书跟我俩在这喝的 我实话告诉你小贤 给我服软 啊 说话跟我俩他妈低气点 这么的吧 拿两百万 啊 我叫李强哥里边 少造点罪 完之后了 判了个三年五年的 叫他知道知道 哥里边怎么个规矩 就把他放了 行吧 如果你把那钱 你给我送过来 给我道个歉 服个软 这事我能答应你 这就是我爸一句话的事 但是 小贤 如果他妈不这么做 你信不信 我也可以叫我爸一句话 我叫李强哥里边 终身甭想出来了 你跟我俩可是说啥呢 说啥你没听懂啊 两百万 你不长春大哥吗 你不差这点钱吧 许大伟 一分我都不给你 你信不 我能把李强整出来 别他妈吹牛逼了 我等着 我等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